欢迎来到健康生活爱永久 我是佳文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要聊什么呢 怎么觉得每天都在聊它呢 因为你有肥胖曲线 却没有瘦下来的曲线 这是大家很困扰的地方 再加上大家都会说 年过35 新陈代谢就会变慢 我不觉得 我觉得年过25 就开始变慢了 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资讯 有用的资讯 要带给大家 那我今天现场有两位苦主 跟一位专家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在我的右手边第一位呢 张静伟终医师 何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呢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敢相信他是苦主 我等一下一定要听他的故事 我觉得他就是骗我的 让我们欢迎容忠豪 大家好 我是容忠豪 骗人 他现在身材那么好 再来我们要介绍这位呢 曾经是运动员 他最厉害的是 他还生了三个宝贝 让我们欢迎香香 大家好 我是香香 你看起来不像苦主啊 我吗 对啊 不会 我小时候是胖的 我小时候卡洛里这个 我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我觉得人生有希望 你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小时候有多胖 像在美国呢 我们这些公共学校 就是公共学校 你每一天一定会吃到薯条 但是他的主餐 你只有选择是 披萨 还是鸡饱 还是汉堡 就是三个都胖 看你要选哪一个 没错 所以就是从小每一天就这样子吃 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 我们的体脂肪会算是比较偏高 再来说我妈从以前 她就教我们说 只要在盘子上的食物 千万不能浪费 所以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东西吃光 不管有多少 我会就尽量把它吃完 但是因为你现在身材实在太好 所以我忍不住想要问一下张医师 有一句话说 小时候胖不是胖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小时候胖胖的 其实长大不一定会胖 小时候胖不是胖 这句话耳熟能响 的确我们很多家长 受到这句话的影响 他会认为小朋友养胖一点 到时候抽高会比较高 根据我们台湾部 教育师的统计显示说 学龄前的肥胖 他如果小时候就胖的话 他到长大之后 他要胖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那他如果是学龄中的话 六到十二岁 他如果肥胖的话 他会有三分之二 那他如果是到青少年的时期 他还是肥胖的话 那他将近有四分之三的几率 会一直肥胖到成年期 等于是说小时候胖不是胖 是真的很小的时候胖 比如说婴儿啊 幼稚园可能 但是真的国小国中以后 如果你是胖 可能以后就真的是胖 对 大人就是如果 人家说你胖一点 很容易有糖尿病啊 高血压这一种慢性病 那小朋友也会有吗 小朋友的话 他比较容易引起一些 像在内分泌方面呢 容易引起到 糖尿病的前期 一些增后群 那如果是在生长发育方面的话呢 女生他容易引起 东南性软潮 雄性激素过多 或者是月经提早的症状 男性呢 他有可能会造成性特征比较晚啊 阴性比较小等等问题 其实小朋友也是有的 对 只是他的那个延伸出来的那个状况 跟我们大人的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每次都说要解决问题之前 就要先面对问题 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我们到底是哪一种胖 因为其实大家的胖都 胖的原因不一样 那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胖大概有分哪几种 以中医来说的话呢 黄帝内经上面有分 把人分成三型 三型分别是 然后织人 然后还有一个叫高人 黄帝内经里面说到的肉人呢 它比较像是 你的肌肉呢 跟你的皮呢 紧贴在一起 那这种人就比较偏是 运动员或者是劳务型的人 织人呢 是肉不肩皮满 它虽然肌肉不是很明显 但它至少呢皮肤看起来是蓬蓬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它就像 杨贵妃这种类型的人 我们会把它称为支人 最后一个是高人呢 它就是除了肌肉看不到之外 它的皮甚至会垂下来 可以想象像是 以前的安禄山这个 一个类型的人 就像弥勒佛一样 对或者是我们讲的 中广型的肥胖 各种肥胖都不是太好的一件事 最主要是它会延伸出很多 慢性的疾病 那我们来回头聊一下香香 香香有什么肥胖的故事 你是运动员出生 对我以前是练跆拳道的 所以以前都要变得 要很胖 然后又要变得很瘦 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胖 要一下子变得很胖 因为我们有分量级 那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到这个量级 是需要增重的 就必须要吃了很多 那如果现在要换到 另外一个量级比赛 可能人比较少 比较好得到名次 就必须要再变得瘦一点 那你不就要在很短的时间 一下胖或是一下瘦 年轻的时候还蛮极端的 比如说我晚上 大家都不能吃鸡排 我要吃鸡排 因为你要珍重 你羡慕了 然后一起吃很多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如果现在要变瘦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穿 塑胶带垃圾带在里面 然后再披衣服 然后去跑 对 然后去跑步 然后让自己 就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想好奇问说 你的体重最大的差别是多少 从六七 七十几 然后游泳到六十几 就是中间可能要差五到十公斤 但是我跟你说 他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 他除了选择了当运动员 这么辛苦的事 他还选择当三个孩子的妈妈 哇 这是最难 真的是太厉害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跟香香 聊这么详细 是因为香香现在是一个 专业的心秘 那你有没有看过新娘有什么 配偶就是厉害的那种 可以让自己 短期之内变得很瘦的 正常一点就运动啦 那不正常的话 就是像吃水果啊 或者是吃得非常少 再来就是可能只有 喝点什么东西饮料之类的 除了运动之外 后面三个都是暂时的 对不对张医师 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就是运动啦 或者节食啦 这的确在减肥上来说 都是有帮助的 香香刚刚有提到的 像是饿肚子这一块 间歇性断食啦 那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 168嘛 16个小时进食 8个小时吃食物 那因为呢我们的身体消耗 必须先把肝糖跟血糖 先消耗完之后 才会去消耗脂肪 所会进入燃脂的阶段 吃得少的话 再加上这段时间 又有足够的时间去燃脂 那我们才能够达到 我们消耗热量的部分 但是因为这样的断食的方式 大部分人是受不了 所以我这边呢 还是建议观众朋友 如果真的想走断食这一块的话 建议还是从 12小时开始 12小时吃 12小时不吃 那你说吃水果会受的 正常来说 因为水果的能量 它是比米饭跟肉类来说 它是相对比较少的 获取的能量会比较少 自然消耗的跟减掉之后 身体的净能量也会比较低 但是我们这时候要注意说 我们的水果呢 不能去吃到 GI指数太高的 太甜这一类的 有特别推荐要吃哪一个水果吗 如果是以减肥的主题来说 简单来说 大家吃看那个水果 吃起来不要那么甜的 那种通常都比较安全 那我们可以喝饮料吗 我们如果大部分听到喝饮料 就是含糖饮料啦 那含糖饮料是大忌啦 里面有放糖嘛 所以很容易一喝下去 你的血糖就升高了 血糖一升高 胰岛素分泌 又会把这些血糖转换成干糖 最后变成脂肪去囤积 但是如果说你的饮料是那种茶类的 比如说乌龙茶 青茶那种不加糖的 那就还没有关系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减少 那个糖分的摄取 我刚突然想到 我听说 胃母奶会熟 它是可以消耗许多热量 研究的话是说 美清美分泌100cc的母乳 是可以消耗大概60到70大卡的 那假设它一天呢 为了800cc的母乳 那它就可以消耗掉480大卡 那相当于呢 你去游泳池 用自由式不间断的游泳 30分钟 消耗的热量还要多 那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带了一些 经验跟资讯给大家 我觉得最后不如我们请这个医师 再让我们知道一下说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就是瘦身的时候 不要这么痛苦 第一个我们可以 我们改变饮食要从小去养成习惯 比方说我们可以多喝点水 多摄取一些膳食纤维 或者是每天去记录自己的菜单 或者是摄取的哪些饮食 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些概念去了解 我们在饮食上的挑选的话 我们可以多选一些肉类 或者是蔬菜类的 因为这些东西呢 第一个它热量比较高 然后它又不容易让身体的血糖 马上吃下去马上升高 另外一方面是 我们可以减少淀粉的摄取 因为淀粉一下去的话 就很容易让血糖升高 也会产生脂肪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进食的顺序 吃饭的时候先吃肉类 之后再吃蔬菜 再喝汤 然后再吃淀粉 那这样它不但可以均衡饮食呢 它也可以让这些蔬菜呢 扇食纤维碰到水之后脏气呢 让你的胃也比较满 然后你在后面吃白米饭的时候 也会量比较少 这样的过程当中 都会让你无形当中 你摄入的一个糖类 然后会降低 然后也不容易让你造成肥胖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积极地去补充一些 染脂的素材 像是橙黄果 白胜豆 这些它在脂肪生成的部分 它可以去阻断它的周期 让这些可能会产生脂肪的一些化合物呢 我们在排泄消化的过程 它就直接代谢掉了 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运动饮食 然后不要熬夜 不要吃一些油炸的 其实医师虽然说的一些资讯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其实医师有给我们一些 更详细的一些解释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吃东西 只是我觉得吃东西的顺序 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试试看 医师的这个原因 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血糖 尽量维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 一般习惯的饮食 顺序都是把最胖的先吃 但我们现在反而要先把最瘦的先吃 也许最后那些胖的 你也吃不了太多 那其他就是多喝水啊 有一些保健品的成分 也是可以帮助身体的代谢 今天很开心跟我们这几位苦主跟专家 一起又给大家带来一些 更新然后更细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瘦身啊减肥啊 让生理健康 其实是有很多正确的方法的 然后就是说还要有快乐的心情 我们就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今天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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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